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中江 秀场天王诸葛亮 今天凌晨五点 因为大肠癌 病逝台大医院 享受七十岁 诸葛亮这一声写下 台湾演艺圈的一代传奇 演艺事业大起大落 没想到躲在落跑十年后 还能够付出再创事业高峰 当年诸葛亮是如何崛起 他的魅力在哪里 为何诸事幽默历久不衰 但诸葛亮沉迷赌博 究竟欠下多少赌债 那出国深造期间 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最后姻缘忌讳被媒体拍到 重新复出 就事业角度来看 诸葛亮非常成功 但被自己的好赌毁掉 他的婚姻与家庭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为何女儿谢金燕 从一开始求见诸葛亮 后来变成 谢金燕不愿跟爸爸见面 直到诸葛亮离癌 两人关系是否真正的和好 那谢金燕的妈妈 是否也预言言谅了诸葛亮 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 今天我们好好来了解一下 介绍今天来宾 资深媒体人麦若瑜 钟江好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钟江哥 打开平安 还有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钟江好 大家好 好 先来看 《纵意天王》 诸葛亮今天凌晨 病逝台大医院享受70岁 目前遗体送往板桥殡仪馆 将来会土葬在基隆的私人墓园 来看VCR 终于天王诸葛亮今天凌晨5点多 因为大肠癌病是台大医院 享受70岁 当时子女都陪伴在身旁 诸葛亮大儿子出面证实 父亲的死讯 诸葛亮家人也联合发表声明 文中证实诸葛亮在15号凌晨 在台大医院过世 他走得很平和 很安详 感谢粉丝对诸葛亮付出后的支持 也祝福他在天上 还是可以继续的散播欢笑 诸葛亮2014年 确定罹患大肠癌第二期 但却到了2016年 才进台大医院治疗 这时候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 今年3月病情恶化 已经住进台大医院两个月 期间状况时好时坏 4月底的时候 证实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 5月15号因为大肠癌过世 诸葛亮清晨5点 在睡梦中去世最早是护理人员 凉血压心跳的时候发现 秀场天王从人生羡慕 这首诸葛亮歌廷秀的主题曲 只要经历过80年代的观众 都不陌生 爱开黄腔油电土却很符合当时 民情的访问歌厅秀 这样的风格让诸葛亮的名声 瞬间在台爆红 最多光是录制一集歌厅秀 就有酬劳100万 一个月收入高达6000万 而当年日进抖金的诸葛亮 本名谢星达 今年62岁 结过三次婚 育有二男二女 谢金燕就是汉二房所生的女儿 最小的儿子才10岁 1980年代 人称歌厅秀场天王 但好赌诚信的诸葛亮 却在95年名上六合彩 传出基欠上益赌债料跑 两年后虽然有短暂付出 不过1999年 未躲黑道B债 就此人间蒸发 曾经和女儿谢金燕 共同主持节目的诸葛亮 如今改变造型 隐身小乡村 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 令外界不胜唏嘘 好我们看到秀场天王 诸葛亮人生谢末 来先请教麦哥 从2014年 他发现离来之后 他感觉上好像没有去积极治疗 如果有积极治疗 会不会比较好 那再来说 医生今天也说 他是在睡梦中安详过世 他的人生是不是了无遗憾 对 其实我们要讲 大肠癌在朱贝亮大哥 2014年 为什么他第一时间没有治疗 当时很多在探讨 就是说他其实 偏信这个民间的处方 然后不愿意去 这个正视这个大肠癌 这个西药的这个部分 西医的部分 但事实上 现在回过头来看 朱贝亮当时因为 他其实2009年付出之后 一直到2011年这段时间 他的赌债是不是已经还完了 应该差不多 还差不多 但是从2011年开始 大家不要忘了 他的鸡排英雄开始 第一次让台湾的电影 赫税党票房破亿 破了很高的票房 开始慢慢可以赚钱了 那么朱贝亮当时在2014年 正要拍大喜灵面的时候 他发现大肠癌 可这个时候 他的女儿谢晶晶 要出道了 朱贝亮当时有一种 就是觉得他要培植这个女儿 要这个当年没有照顾这个女儿 现在要这个帮助他 当时第一个 第二个他的儿子十几岁 朱贝亮想希望替这个儿子 帮他做一点这个安家的这个钱 而因为2011年 正是他的这个台湾的电影 每一部都票房破亿 他认为是可以大张旗鼓 在拍赫税片 当时2011到20 现在这个拍了四部赫税片 虽然大吊哥最后票房没有破译 但这段时间我们回过头来看 朱贺亮大哥这一生 其实当然被堵字 让他的人生整个有了遗憾 但也因为他的四段婚姻 让他必须对小孩 他帮助小孩 所以是不是这个情形 为了他又还赌债 又想再继续赚钱 为了小孩 为了女儿儿女 让他延误了这个治疗的时间 他把治疗部分都摆在比较后面 再来人生顺位 当中是比较后面的 所以没有积极去治疗 其实也许朱大哥当时认为 那个黄金时间 是他的事业正巅峰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综艺节目金钟奖拿过了 然后电影开始票房破译了 他认为如果这个黄金时候 不好好的打铁趁热 因为那个时候 每一年的贺岁片都找他 几乎在前年决定 后年要开拍 明年要开拍了 当时有贺岁片 甚至有暑假档 所以等于电影片 约是一年有一到两部的 可能朱大哥认为 这个时候是我的黄金时候 国片正夯的 所以没办法停下来 也许我觉得这也就造成 他整个病情的延误 等到再复发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后面的时候了 对 那今天传出他这个过世的消息 我们说他这一生 非常的精彩 那到最后 人生算了无遗憾吗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包括债到底有没有还掉 比如说人情债 还有没有欠呢 是 我觉得朱大哥今天的过世 代表了台湾的这个 影视的这个产业 行业里面 是一个很 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除了他的赌之外 他代表的意义代表什么 他跨了很多 不同的世代跟领域 他从餐厅 餐厅秀 歌厅秀 到歌厅秀 歌厅秀整个是 我们的录影带VHS 台湾那时候早期 只有三家电视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出租店 录影带出租店 有四五千家 几乎每一个人 中南部都是看着 朱哥亮餐厅秀的 这个录影带成长的 到了后来 朱哥亮虽然消失 再回到电视圈的时候 在民視做了 那时候综艺节目 台湾综艺节目 开始没落了 电视综艺节目没落了 因为那时候 有限跟无限台很多 朱哥亮这道民视 来做朱哥会社 带起了狂大的收视率之外 得到金钟奖 第一座金钟奖的 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 到后来把台湾的贺岁电影 因为台湾后来 从70年代 2020之后 80年代之后 就没有贺岁片了 朱哥亮的鸡牌英雄 重新把台湾电影 带回了贺岁党 农历年贺岁党 他的每一个脚步 跟每一个领域 都让台湾的 这个影视产业 那是最辉煌的 至少在票房 在数字上面 是大数据的辉煌 那么朱哥亮 今年70岁 然后今天看起来 他虽然是癌末 但是应该是 在安翔中过世的 应该是在护士 去替他量体温 量什么时候 发现他已经走了 我想后期 应该没有太多痛苦 应该了无遗憾 尤其我觉得 对台湾的影视产业来讲 这是一个传奇 也是一个影视产业的 这个代表符号 画下了一个据点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因为没有人可以 横跨这么多的 在不同的时代 跨这么多的领域 在这么多领域 又独领风骚 尤其很多地方 是不可能的 包括综艺节目 后来再起来 收视率到时 台湾电影到谷底了 赫税党电影票房破译 这都是未来历史 都不会再发生了 对的确 诸葛亮的一生真的是大起大落 也写下一生的传奇 来请教年晃 怎么看这个诸葛亮 其实他的一生 非常的精彩 带给台湾 带给现在粉丝 可以说非常的不舍 他带给台湾 什么样的省思呢 其实一开始 还是要真的 先呼吁观众朋友 真的生病的话 还是寻求医师来治疗 因为其实大肠癌 我不晓得这个算台湾的交往 还是台湾的悲哀 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吃了太多 这个很奇奇怪怪的食物 所以台湾的大肠癌罹患率 非常的高 可是他的治愈率也很高 我所认识的 听过的跟我周遭 自己的亲朋友 几乎大肠癌只要发现的 早期发现的话 几乎都可以百分之百治疗 可以治療 可以治愈 对 所以蛮可惜的 我觉得 因为其实你看 朱葛亮到后面这几年 其实虽然接近七十岁 但是他的活力 还是相当不错 你看他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其实活力很不错 那对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来讲 朱葛亮的餐厅秀 在当时电视 只有三台的情况之下 其实朱葛亮餐厅秀 是一直非常受到 加护欢迎的一个录影带 三台以外的选择 对 因为三台 因为政府管制多 所以终于节目看久 大家就觉得说都老梗 也没什么好看的 那朱葛亮那种 就是有一点点 游走于法律边缘的 这种类似像开黄枪 当然用现在的角度看起来 大家觉得没什么 但是在那个年代 其实他这个作风 算是相当的大胆的 所以当时吸引非常多人 我还记得 曾经有一位当时 经营录影带店的 这个录影带出租业的 老板 他跟我讲 他说朱葛亮的录影带 餐厅秀的录影带 在南部最欢迎的时候 他们还要跑带 过去我们只听过 电影要跑 要跑带 录影带跑带 大概大家很少听到 就说很多人租 所以你必须等待 因为他的带子不够 他没有办法 比如说假设说 我是台南高雄屏东 正常来讲 我应该是每一个录影带店 我都要不放 可能放很多支 对 可是因为他带子不够 因为一时之间感 感知也来不及 所以怎么办呢 他就是台南租一租 然后开始高雄那边要 然后骑着 因为当时汽车也没那么方便 骑着摩托车 用这个飞速 然后从台南把带子送到高雄 跑带 然后可能高雄 再送到屏东 屏东再送回台南 他的录影带 在全盛时期 是可以到达 这样子的局面 这个前无古人 后有没有来者 当然我希望有 好还要更好 但是至少我觉得他对于台湾的整个电视圈来讲 他是立下了一些很经典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餐厅秀 他个人的这种所谓的诸事风格的主持节目 其实影响后来很多 现在可能台面上一线的这种大哥级或大姐级的综艺节目主持人 其实都都在他们身上 其实多多少少看得到诸葛亮的风格在里面 那当然后来他出来拍拍电影 也好几部片 其实票房都相当的不错 那我是觉得他的人生中 大概可能就两个遗憾吧 一个大概就是最后这一段时间 生病没有办法及早去就医 当然刚刚这个若鱼大哥讲了 他的可能考虑到子女 想要栽培子女 这样这样的用心 我觉得另外一个遗憾 大概就是曾经一度 沉迷于这个大家乐的迁堵 让他在人生的辉煌时期 然后突然好像跌入了这个万丈深渊 然后突然就这样在演艺圈销声匿迹 那当时有一度曾经在诸葛亮最困难的时候 对他伸出元首的一些朋友 有一度也对他非常的不谅解 就说欠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朋友之间你总是要交代一下 有一度其实对他不是很谅解 不过还好后来他付出之后 好像大家对这件事情 他当然诸葛亮自己也有很努力去化解这些误会 后面这些事情大概也都获得 钱有没有还我是不知道 但是至少大家也没有在恶言相像 那我觉得对诸葛亮来讲 他的一生真的是个传奇 因为大家想想看 连他失踪 大概出国进修这个名词 大概也是他最早创造出来的 出国深造 那连他这个出国深造这段期间 都是新闻 当时我们在三不五十 在媒体的影剧版 有时候甚至是在全国版都会看到说 哪边有人好像看到诸葛亮 好像看到疑似是他 对 一会儿身份是妙宫 一会儿又是什么的 所以你看一个演艺人员 如果说连他没有在荧光幕前 都还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你如果从演艺事业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诸葛亮这个人的一生 非常的传奇 也非常的成功 对 诸葛亮写下传奇一生 陳也是诸葛亮 拜也是拜在自己的好度 那么尤其是他身边诸多的好友 今天有不少艺人朋友 相当不舍 包括白冰冰 向娃和杨烈等资深艺人 几度哽咽 好朋友余天也是直奔 殡仪馆的现场 镜头前差点哭得出来 来看VCR 我介绍我就很难过 悲伤情绪眼眶泛红 一大早得知好朋友 诸葛亮在台大医院病逝 余天难以接受 赶来殡仪馆 要送好朋友最后一程 他这一辈子其实 你们看他精彩 其实他过的并不是挺好的日子 就赚再多的钱 他一样卤肉饭就吃了 就是这样 我觉得 他的人生也是不值 我替他不值 两人相识四十多年 早期合作 主持诸葛亮歌廷秀 已用莫搞笑闯荡演艺圈 红透半边天 如今余天 痛失一位兄弟 说过往误会一笔勾销 只盼望诸葛亮好走 同样是好朋友的白冰冰 心情更是错愕 前一晚还失眠 其实会有今天 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数 就是没有想到就是今天 所以心里还是觉得很突然 然后蛮难过的 那我昨天晚上 我从来没有失眠的人 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辗转难眠 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没睡觉 忽然早上接到通知 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 过去和朱葛亮一起主持 合作过节目 人气一度高涨 白冰冰很感恩 说今年二月春酒 遇到朱葛亮 他神采奕奕 甚至还想再开节目 没想到噩耗传来难以接受 现在演艺圈已经哀悼声一片 生命是就这样子 短暂的走了 让我们觉得好不舍好难过 因为朱大哥这一生中 奉献给舞台太多了 真的谢谢朱大哥 把所有的欢笑 留给观众朋友 艺人好友对朱葛亮不舍 纷纷哀悼 不但称赞朱葛亮 在演艺圈带来欢乐的表现 媲美国外演员卓别林 更缔造台湾综艺传奇 朱葛亮的身影 让观众永远难忘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好 我们看到朱葛亮说 这个欢笑留给大家 来请教麦歌 刚刚我们也看到说 包括很多好友 白冰冰 于天都出来讲话 我刚刚提到所有的人情在 就是这些朋友 他当年能够这样大起大落 之后又再度崛起 这些好朋友的帮助 恐怕功不可没吧 对 其实朱大哥 在台湾的演艺圈 大概所有的综艺这一块 那后来包括电影这一块 几乎太多人跟他合作过了 因为早期的餐厅秀 歌厅秀 录影带 每一集都有大量的 艺人去上节目 包括女明星 女艺人 所以几乎是 没有什么女艺人 没有跟他合作过的 那现在这几年 台湾从2001年 鸡排英雄 到后来这个大尾卢曼 然后整个的大道成 这些电影 电视 朱大哥合作对象太多了 所以几乎台湾的演艺圈 没有人 大概没有跟朱大哥交手过 除了我们刚刚讲 那个时候秀场正夯的时候 北张飞 南朱哥 中行风 高凌风 草当飞 当时张飞确实跟朱大哥讲 他跟朱大哥以前比较少碰 因为一个在北京的南 作秀各聚一方 等到朱哥亮回来 回来拍电影的时候 张飞有去探过班 看过朱哥亮 终于两个人相见了 心心相意相见了 但是大家知道 飞哥其实这几年淡出荧幕 荧光幕 玩他的他林机车 玩过他自己的生活 当时他看到朱哥亮大哥 还在为生活 为了这个 急急一阴 甚至传出病情的时候 那张飞大哥当时 讲了一个很语重心肠的话 他说 现在看朱大哥 真的是还是一片灿烂 但是感觉上 也是近黄昏了 黄昏的那个灿烂 那个迅烂 他认为朱大哥应该要 那个时候就应该 好好的休息 或者好好的去 为他的人生 走后面的人生 但是朱哥亮 终其一生 中间因为出国 生造太久了 十多年的时间 等到后来 重新再付出的时候 他认为光阴 真的是不能够再戳脱 他又用他的生命的 整个一点一滴 再去做 包括了影视的这些 这些这些努力 包括甚至赚钱还债 刚刚朱家英开始问 债到底还完了没有 其实 之前赌债是个谜 有人说他在付出的时候 到底欠多少赌债 欠多少 十亿吗 还是几亿吗 有人说十亿 有人说五亿 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说 杨登奎大哥帮他很多赌债 挡了下来 那杨登奎大哥呢 先帮他还了债 杨登奎大哥 再用他自己的这个东西 帮他打折 打两折打几折 他欠杨登奎的一点二亿 是账面上的 最后是两三千万就还掉了 其实朱格亮大哥 这一生 碰到了非常多的贵人 杨登奎大哥 杨老板是他一个贵人 当年其实朱格亮 其实你现在看 朱格亮他拍了很多的 赫岁片电影 大家事实上 80年代就已经在拍电影了 虽然那时候 蔡林秀 歌丁秀 因为那时候很多 在蔡林秀场做的 这些艺人 也直接去进入电影圈 杨登奎甚至把朱格亮 带去大陆 我在那时候8085年 80年代的时候 跑新闻的时候 在报社的时候 就采访去大陆 采访过朱格亮拍电影 在北京的电影制片场 然后他跟李连杰 他们拍这个少林舞祖 跟很多袁奎 这些这些 所以那时候已经算是 两岸三地 就已经开始合作了 那个时候没有人去 那个时候是怎么 那个时候到大陆去 是用外汇券 没有人民币的外汇券 所以朱格亮算很早就跨过 他很早就在大陆拍戏了 而那个时候 他大陆就已经有很多粉丝 是福建沿海一带 就在看他的歌丁秀 所以很多人认识他 当然但是朱格亮 当时到北京去拍戏 很水土不服 那当时就 但是他那时候 很早就拍电影了 那杨登奎把他带到大陆拍电影 后来又帮他挡这些赌债 他其实朱格亮大哥 当时因为在作秀的秀场的时候 曾经被枪击过 然后一度又落跑 杨登奎大哥在把他带出来 当时派保镖 24小时看着他 因为杨登奎大哥认为说 你本来你欠了这些赤 还有这些赤 你赶快来拍录影带 然后来还 来还这些东西 然后来继续来工作 但是他沉迷 我讲一个 我当时去采访 录影带 看他怎么去清泪和彩的 因为当时在东光摄影棚 拍这个朱格亮歌丁秀 在中奥东路七段 是一个废弃的一个 以前的一个剧院 改了一个摄影棚 他那时候拍录这个节目 每天五六点钟开工 到录到早上七点钟 通天棚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所谓的劳工保护 说不能 劳机法 说不能够熬夜 那个时候 一个礼拜录四个晚上 每一天录两 每个晚上录两集 那有一天我就去采访他 那时候大概五六点 四五点还没有开棚的时候 我就去采访 因为不知道是要截稿 截得早 但还没开棚 就到摄影棚 灯光都还没有开 看到朱格亮一个人 在那边写大字报 自己写 在那边 蹲在那边写 我就跟工作人员说 大哥怎么那么用功 在写大字报 后来工作人员跟我讲说 你错了 大哥录影 等一下不需要大字报的 他全部是临场的 那他在写什么呢 他在签六合彩 他拿毛笔在那边画 画数字 后来我去看了 在朱大哥 蹲在那边写东西 在签数字 也就是说 其实朱格亮当时 其实赌这个大家乐六合彩 是很风靡的 他任何一个灵感 都会要去签这个数字 但朱格亮的工作态度 确实一流的 从那个时候拍 录影带歌丁秀 你知道工作人员怎么跟我说 他那个时候 其实一天 一集没有到一百万 制作费一百万台币 他拿二十万 但是他每天晚上要吃宵夜 他喜欢吃花生猪脚 他一天晚上录两集 会通天 他找这个小弟 帮他去买宵夜 他一给小弟 给三四 那个年代 他给他三四千块台币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非常浩大 三四千块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一集的录影带歌丁秀 东光摄影棚 你知道一集有多少人在现场吗 现在根本台湾没有这种 台湾现在电视终于节目都没有这种人 一百个工作人员 包括舞群 包括乐队老师 包括这些 便当要叫一百份 所以他买宵夜要三四千块台币 但是他当时就给了很多 工作人员的便当多他包了 没有 他是我刚讲的宵夜 宵夜 拿几千块钱 刚讲那个帮他去买的小弟 每天就会拿到朱哥亮 给他的吃红的钱 就是你帮我去买宵夜 大概就可以拿到五六百 好几百 他一个月下来 每天去买宵夜的钱 比他的薪水还要多 是朱哥亮当时带人处事 对小弟这么的好 到现在二零一年 他拍电影 跟他合作过的导演 都认为说朱哥亮导演 朱哥亮大哥到现在拍电影 在片场合作过的演员 导演都觉得 大哥已经是个巨星级 天王级的 但现场非常的尊重 他对后辈是 应该后辈尊重前辈 他对后辈是尊重 也很尊敬的 他整个来讲 跟我态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朱哥亮大哥 虽然碰到很多的这些贵人 但是跟他合作过的艺人 没有人不认为 当然除了赌字 害了他的医生 误了他的医生 但没有人从工作上 不认为朱大哥的工作典范 是值得后辈学习的 是的确 麦哥所讲 这个朱哥亮的工作态度 非常敬业 当然迁赌又是另一回事 对于迁赌恐怕 他是相当沉迷 我们来看朱哥亮的一个简介 他年龄是 他是一九四六年出生七十岁 本名谢新达 在两千零九年复出前 那复出之后就改为谢友真 配偶有四任 他的儿女有谢金燕 谢金燕等 两子三女 代表作品包括 朱哥亮歌丁秀 还有朱哥会社 再来我们看到他秀场 曾与张飞跟行丰齐名 并称南珠北张中行丰 在一九八零年代 他是歌厅秀场天王 一九九五年 就传欠上亿的赌债落跑 到了一九九七年 有短暂复出 但到了一九九年 又再度落跑 两千零九年复出 主持民事的朱哥会社 二零一零年跟侯怡君 那么搭档主持 也夺下金钟奖的综艺节目 最佳的主持人奖 来请教明佑 你怎么看朱哥亮这一生 还有您个人跟他 是不是有几面之缘 我跟朱哥亮大哥 大概是因为我在华视 然后他刚到华视 要开节目的时候 大概二零一四年 那他就经过我的座位 后面要进去摄影棚 然后他就忽然间回头说 下廉就不错 台湾话说得很好 因为那时候我都在争论节目 那他说你台湾话说得很好 我晚上都会给你看 然后我想说这种 可能就是客气话 然后没想到 在在几次的餐会里面 在碰面的时候 他还是会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 那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和来可亲 那我认为说 在我的印象里面 因为我是八零年代出生的 那在那印象成长的过程里面 大概 露影带离不开我们的生活 因为那时候整个台湾普遍的社会 包括整个东南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只要有说闽南化的地区 大概对租哥亮都是印象非常 所以你小时候也是看着 租哥亮录影带长大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因为接受 知识比较高 他不喜欢看 可是我阿嬷 这种比较草根性的人 都一定会拜托我爸爸 那我倒露他起来去 會稍微租一下 你要租录影带 我记得跟我爸爸去的时候 还租不到 要等 要等个两三天 然后他才会通知你 等人家回来 你才会租得到 那所以你你如果认真的去看 诸葛亮的一生 我觉得他一生真的是精华 那加上说我们 我老家旁边就是那个朱神宮 诸葛亮非常信这个妈祖 那我爸爸曾经遇到过他 那时候他刚好在出国生兆 遇到过他去那边拜媽祖拜拜 他是非常虔诚的 那我对他的印象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他人生就像也是在赌 他算是败于赌博 可是我觉得他人生的精华 也是在赌他的人生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的贵人非常多 那加上说 你看他原本十四岁 是到新劇团 拉木的 那到后来三十一岁 有办法到拿保祥 以前高雄拿保祥不简单 他有办法到拿保祥临床演出 那后来是因为费甄妮 我觉得费甄妮是他非常重要的贵人 就是张飞的姐姐 对 因为他引荐他到南保祥去主持 是 哇 那这一生就风华绝带 明佑所提到这段 我们来看《诸葛亮传奇》的一生 这首诸葛亮歌厅秀 红遍大街小巷 很多人都朗朗上口 但本尊如今确定绝唱 享受七十岁 本名献星塔 朱葛亮十四岁就淘家 假如剧团当拉木小弟 演了十几年 直到三十一岁时 偶然机会站上主持台 终于一炮而红 开始秀场生涯 你说他老板吊头 这就有你 对吧 对 有DM在说什么 你老板不是营营的 就说是不是做了先啊 那先不然来拍一张 顶着招牌马桶盖发型 爱讲黄色笑话 怂歌舞来的诸事对话 在1980年代 从秀场到录影带 风靡全台 当时号称一星期可赚三百多万 却因为沉迷六合彩 基欠大笔债务 1993年开始跑路躲债 1999年人间蒸发 直到十年后 因为我出国沉迷 所以这里几十多年 现在十多年 沉迷一年都回来了 2009年 诸葛亮以出国 深造回来的说法 重新复出拍广告 并接下诸葛会社的主持棒 我心情很熟 我心情也不错 靠着诸事幽默主持节目 再度赢得观众青睐 不但重新站上演艺高峰 2010年还和宜君 一起敲赏45届金钟 拿下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叫他卖光 那是才艺 原来卖光碟是才艺吗 喂 不过2014年他离开诸葛会社 同年就诊断出大肠癌第二期 为了赚钱他没专心养病 不只续接主持也转战大一幕 五年内就主演五部贺岁电影 来 加油 我还要绑帚啊 他还叫他 看癌症缠斗三年的诸葛亮 从二期脱成末期 今年一月还抱着病体出面宣传 只是当时人已经明显苍白虚弱 好 我们看到这朱葛亮能够大起大落 又再度崛起 也之所以传奇就在这里 来请教这个年号 这个我们说的朱氏这个幽默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元素 为什么能够这么的畅销 这么的受到观众欢迎 能够持续不坠 其实我觉得他的元素很简单 他的元素其实就是 特别你如果到 比较讲台语为主的地方去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朱葛亮在主持时候的 所讲的话 所用的语言 有时候他会很刻意的 他的特色是他有时候会用一些谐音的东西 来来搞 搞笑 搞幽默 那其实就是在你讲台语 台湾讲台语为主的社会里面 其实是蛮常见的 蛮常听到的 那当时因为在在他那个年代 台语在主流的媒体上 基本上是受限的 他的 以当时的话是南登大雅之堂 其实是被压抑 对 是被压抑 对 你不能讲台语的 对 学校教育 特别是这样 三台的台语时段 都有特别的规定 而且即使是台语时段节目 也不 也跟真正讲台语的生活 其实那是有一段差距的 那个都是被所谓被进化过的台语 那所以我觉得朱葛亮 当时他那个录影带 餐厅秀录影带的崛起 其实他很大一个层次反映 当时社会 特别是台湾的一个很基层的 而比较这个离俗的文化 被压抑 长久压抑之后 他的一种反撲的力道 或是说得以宣泄的一种管道 其实你想想看 现在 以现在的网继 网路发达程度 我们说网路的媒体 某种程度上 跟主流媒体可以分成抗理 可是大家想想看 朱葛亮在一九八零年代 那个时候是没有网路的 对 那个时候可能连电话 都还不一定那么的普及 但是他可以靠着录影带 这种深入加户的这种方式 这种渗透力 他甚至可以跟三台 是可以分庭抗理的 对 当时因为录影带 你没办法调查收视率 那我想如果有收视率调查 三台终于节目 大概当时会被他打趴 他等于是老三台 另外一个管道 对 观众可以另外的选择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第四台 也许还不多 对 所以那时候也很多 第四台也在播 朱葛亮的录影带 其实朱葛亮另外一个贡献 就终将提到第四台 他某种程度上 他改变了台湾的电视的生态 对 当时 我们现在称为有线电视 其实早期我们都叫他第四台 因为他是除了三台以外 另外的选择 所以我们俗称他第四台 那早期他都是非法 因为也没有相关的法律 他是违法营业 政府也是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可是早期因为他没有办法 透过合法授权的管道 去买好的影集 买好的节目 所以靠什么来争取订户呢 朱葛亮餐廳秀 对他们来讲 那个是早期经营地四台的老板们 他是一个 几乎是可以找到订户的王牌 因为他可以很简单 去跟订户宣传说 你这一句话三百四百 你不用去做平了 不用等 你看你做平了 等三天 我们这不用等 你电视机打开就有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很多人是 其实有一部分 特别是比较年纪稍长的 一些老人家 他他真的很喜欢朱葛亮 他根本也 他平常其实也很少 在看电视 他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叫家里的晚辈说 电视台你给他挣一下 我要看地狗亮 所以他某种程度上 对于改变台湾的 这个电视圈的 这个电视系统的生态 有点帮助 那其实我我了解 目前大概在友台的部分 他几乎朱葛亮 几乎是友台这个老板 当时起家的时候 就是靠朱葛亮赚了非常多的钱 然后慢慢地从录影带开始转型 慢慢在现在变成一个一个电视台 所以我觉得他除了对演艺圈的贡献之外 其实他传奇的一生 也为台湾的整个影视生态 开辟了另外一条路 对的确 这朱葛亮在台湾的演艺舰写下一页传奇 不过也因为他的好度 他的家庭与婚姻 包括他的配偶跟子女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朱葛亮一生感情多彩多姿 一共有四段婚姻 育有三女两男 外界最熟知的就是女儿谢金燕 朱葛亮最在意的 也是跟谢金燕的心结 2009年他重出江湖后 谢金燕必不见面 甚至在演唱会自爆家丑 直到后来朱葛亮并重住院 妇女俩才联合发声明 两人放下心结 而生前陪伴朱葛亮的女儿谢金燕 目前正在印尼演出 无缘见父亲最后一面 来看VC 一提到爸爸 谢金燕气不成声 在朱葛亮出国深造的那几年 谢金燕上节目 对爸爸深深呼唤 爸爸 我真的很希望 我会当当民叫你爸爸 我真的很想你 也许是听见孩子们的呼喊 2009年朱葛亮付出荧光幕 但两人却也只能在节目上 隔空对话 祝福他 会不会想要看到他本人 他不来我也不勉强 应该要带孩子来给外公看一下 以后 不来看万一有一天我走了 就看不到了 你不会你长命百姓 谢谢 想见女儿还有孙子 当时哭着找爸爸的谢金燕为何必不见面 原来谢金燕曾私下囚见被拒在电视台门口等 可朱葛亮就是不愿偷偷来 有句话说 谢金燕想见的是父亲不是朱葛亮 朱葛亮想见的是谢金燕不是女儿 直接去找他也是可以的 每天很不相信 奇怪 真正没在电脑 欺负朋友吃水 我希望我的女儿要见我自己来 然后带孙子来 那我就高兴死了 对不对 两人最近的距离是在2012年现今的台北演唱会 朱葛亮杀进现场 妇女台上台下相距30公尺 却没团圆 2015年朱葛亮过69岁生日 谢金燕写家书 愿意私下破冰 朱葛亮却坚持开记者会飙国马 本月不见此生别想再见 妇女关系雪上加霜 但压到妇女两关系最后一根稻草 是在去年谢金燕开演唱会时 播VCR自爆家丑 一千多次内文控诉朱葛亮对妈妈家暴 遗弃再留她们姐妹 让朱葛亮还直呼谢金燕你好毒 妇女关系降到冰点 虽然无法见到谢金燕 但朱葛亮却找回了第三院妻子生的女儿谢金燕 朱葛亮力挺她走演艺路 直到父亲病危失联18年的谢金燕跟朱葛亮 妇女两才终于见面放下心结 只是好景不长 朱葛亮还是走了 谢金燕最新发出声明 在最后时刻朱葛亮找回了两个女儿 谢金燕和姐姐找回了爸爸 妈妈放下纠结一生的心结 让朱葛亮的仪式重新圆满 明示新闻综合报导 好 朱葛亮跟这个谢金燕两人妇女的关系 爱恨情仇就像连续剧一样 来请教麦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开始我们看到谢金燕 想求见爸爸 见不到 那后来变成朱葛亮想见他女儿谢金燕 被拒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三十年来的这个妇女的关系 恩怨情仇 爱恨纠结 要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状况 那又随着赌 随着情感 随着谢金燕的未婚生子 有很多的关联 其实我刚讲80年代 那时候我去大陆北京采访 朱葛亮大哥拍那部少林无主的时候 在片场 我就碰到了 那时候谢金燕跟他的姐姐谢清燕 刚出过大车祸 那谢金燕正要付出 正要走红的时候出了一个车祸 那但是那个时候已经 80年代那时候我在北京看到他 已经车祸修复好了 那现场看到了谢金燕 谢清燕 还有一个就是叶瑞美 就他第四任的老婆 第四任的老婆 对 但当时因为80年代 媒体没有这么发达 我们对朱葛亮大哥也不了解 对他的家庭根本是不了解 那我们就是第一次 其实媒体没有拍过 那是我第一次拍了那个照片 看到他们四个人 一个谢金燕 朱大哥带了三个女生 漂亮的女生 我看叶瑞美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我以为说他们家看来像一家人 我说哇 你的老婆怎么这么年轻啊 因为他说这是我老婆 那谢金燕叫他叫妈妈 他们没有跟我讲实话 那我说你妈妈怎么这么年轻 那他们就说我妈妈很小就生了我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80年代的时候 谢金燕跟朱葛亮还有叶瑞美 他们是非常和乐融融的 也就是说谢金燕跟他的第四任 后来变第四任 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后来隔了两年他们才结婚 那时候朱葛亮可能正在追求叶瑞美 叶瑞美就陪着他们一起去北京拍电影 那谢金燕的商刚好 还蛮漂亮的 去那边帮爸爸 为什么他去呢 因为爸爸去大陆生活非常不习惯 因为语言 因为导演王金跟动作的导演袁奎 都是讲广东话 朱葛亮语言不通 那谢金燕会讲一点广东话 帮他父亲做翻译 然后他们带了一大堆泡面 去看他的父亲探班 那叶瑞美 谢金燕还有谢金燕都在 那时候我觉得后来隔两年发觉 朱葛亮娶了这个叶瑞美 才知道说原来两年前 我看到那个女生 是他正在追求这个女生 但是不知道他第几任 那谢金燕是第二任老婆生的 生的 所以他那时候顾虑 就是说那个时候 顾虑妈妈的这个感受 就是他跟第三任应该是 他们的关系是比较不好的 你现在看起来 因为谢金燕后来在演唱会上 讲到二零一二年演唱会 就正式决演唱会 他讲到了家庭的家暴 讲到了当时妈妈受的委屈 那看起来应该不是叶瑞美 因为如果是叶瑞美的话 谢金燕当时不可能跟叶瑞美这么好 那应该就是谢金金的妈妈 那当然这一段怎么样状况 可能我们又不是很了解 因为这段包括谢金金很久很少 从小就没有见父亲 等到诸葛亮后来才去弥补谢金金 所以这一段在他们家里面 跟诸葛亮的感情跟婚姻里面 还有这一段对于谢金燕的关系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可能就直接冲击到 谢金燕还有谢金燕的母亲 第二任 那因为看起来 因为你看叶瑞美跟诸葛亮结婚的时候 伴娘还是谢金燕 对不对 他女儿还帮他爸爸做第四任的这个 这个伴娘 所以说应该看起来 跟第一任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刚讲他们整个家里的 这个复杂的恩怨情仇 外人很难理解 那谢金燕为什么从前面哭喊 要见父亲 到后来又不见父亲 把父亲拒绝门外 然后诸葛亮去看他的演唱会 几度吃了闭门羹 那讲了很多的说法是包括了 谢金燕当时因为未婚生子 有了小孩 他不希望后来因为父亲的债务 落跑 然后出国深造 黑人直接去找 直接去找女儿 那谢金燕为了保护他的小孩 为了保护他的 甚至保护自己 不要跟父亲切割 否则的在 父亲留的在 全部的这个大家 可能他可能担心惹祸上身 对 因为大家都讲 你谢金燕这么有名 就直接来找你了 那他又有一个儿子 他又不希望他的儿子曝光 因为他的儿子的父亲 谁到目前会是个谜 那谢金燕多重考量之下 我们可以理解 这是可能他跟他父亲切割的 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的确 那当然就说以这个诸葛亮出国深造 十年这当中 到底有没有照顾他的家庭 来请教您 你的了解 就是说诸葛亮有这个四任的老婆 那还有五个小孩 在他这个落跑这十年当中 他的老婆跟小孩 到底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其实后来到后来这个谢金燕 为什么会跟他的爸爸好像形同这个末路 其实很大的因素 就是当然刚刚这个麦哥讲到说 他谢金燕也不希望说父亲的债务 流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到他自己身上 可能他也因为也有小孩了 他总是不想在自己的小孩 再受到这个上一代的影响 那其实这十年的时间 他们家人 就谢金燕 他们家人 几乎是没有得到诸葛亮的照顾 因为我们从媒体上相关的报道 知道这十年 其实诸葛亮 主要就是在躲债务 所以他不太可能 所以家庭 家里都没有在管 对 而且他也 即使有这个心 大概也无力 也没有这个余力 在经济上 给家庭有任何的协助 那所以这十年间 谢金燕几乎就是靠着自己 在演艺圈的努力 那其实他有一度 也曾经在前几年 大家都知道跨年晚会 这个姐姐非常的红 那很多大人小朋友 大概都可以朗朗上口的一首歌 他靠自己的努力 在演艺圈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那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谢金燕 虽然到后来跟爸爸 大概就几乎形同陌路 可是你看谢金燕 这一片红 其实他是得到 来自诸葛亮的遗传 你看 诸葛亮 你觉得他的外貌 不只外貌 还是表演 他的台语 他可以用电音来唱台语歌 这个对以前的台语歌曲来讲 这算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的表演的形式 这算是首创吗 他的那个台语电影 我不敢确定是不是首创 但是至少 他是把他在整个大萤幕上 发挥的最淋漓尽致的 甚至在这个跨年晚会的时候 舞台表演 你看他的舞台表演 他非常的认真 然后把台语跟我们一般 比较西洋的电音 把他做了一个结合 那其实你看 他对于这个语言的运用 表演形式的创新 其实我觉得他是遗传 至某部分是遗传至诸葛亮 因为你看他爸爸的表演 就可以在餐厅秀里面 在主持在脱口当中 可以把很生活化的台语 然后把他讲的这个 很好笑很幽默 那大家看 听了就会心一笑 那同样的道理 谢金燕 大概也运用了这样的遗传 把台语用电音的表演形式 把他表演得非常的好 那最后 当然了 在最后这个阶段 父女俩最后还是宾室了 误会宾室了 那对诸葛亮来讲 我觉得也算是完成了 他最后一个心愿 因为应该跟谢金燕 也有也有见到面 虽然见面时间不长 那谢金燕今天也发表了 短短的三百多字的声明 大概我想有再大的误解 应该随着这个 他谢金燕父亲 诸葛亮的人生走到终点 大概也都化解掉 对的确再多的恩怨情仇 应该是就化为乌有了 毕竟人都已经走了 只是他的妈妈 谢金燕的妈妈 是不是也能够原谅 那诸葛亮呢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秀场天王诸葛亮 今天病逝台大医院 来明佑怎么看 这个就家庭跟婚姻的部分 跟谢金燕关系 是不是过去爱恨情仇 一笔勾销了 我觉得是这样 人已经往生了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放下了 可是回过过去的历史来看 谢金燕 我觉得他心理上多少会有一点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父亲一消失 如果做子女的人一直在 不管透过媒体或书信 希望找到自己的父亲 我觉得那个心结是很难去解的 那也不为我们外人所知 可是他后来的声明 是考虑到妈妈林建如 就是朱葛亮的第二个老婆 他也考虑到妈妈的心情 因为毕竟说走过这十年 失去爸爸 一定是妈妈跟他相辅相成 那加上自己的小孩子的问题 可是回过这个朱葛亮 以往的历史来看 他们的他所有的子女 五个子女 其实演艺圈都知道 他们的相处是非常好的 并没有外界想说 一般娶那么多老婆 一定会争锋相对什么 其实都没有 那所以那个大儿子 谢福顺跟谢金燕 他们相处都非常好 可是比较好奇的是说 谢金金 那个郭亦然就是他所谓的第三任 事实上是跟他没有婚姻关系的 所以他后来回到演艺圈的时候 为什么一直栽培谢金金 主要我觉得他曾经说过说 我一定要还他母亲 因为对 弥补 因为他曾经找过他母亲 他独自抚养这个谢金金 那知道那中间的那个历程 那他回到演艺圈的时候 一直抱持著 弥补的那个心态 那包括刚才我们在讨论说 他他他这个得cancer之后 为什么不积极治疗 其实如果他说像莲华哥刚才讲的 二三起的大肠癌 其实痊愈率是非常高的 可是那时候我知道 他是曾经说过说 他怕会有副作用 中止了他演艺圈 那他很担心最小的这个儿子 就是跟跟这个叶瑞美生这个 那我要回过头来讲叶瑞美 我觉得叶瑞美跟了他 真的没有想到福 真的是在吃苦 因为你早了 对于十年就等到的时间 他为什么戒毒 他说他曾经真的穷到四十块 然后看着他叶瑞美 私下带着他的儿子 在夜市卖法式跟女性饰品 他感到说他对他们非常虧欠 而且这几年他也对他不离不弃 所以他才决定说 阿婆叫一点爱爱爱爱 爱爱爱 所以我如果说在这一方面